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4年9月19号 这天晚上七点多钟 这板桥沟村的张大爷呀 从田里边干完农活 赶着鸭子就回家 他在经过邻居老刘家的院子的时候 就觉得老刘家里呢 好像有些不对劲 哪不对劲呢 门是开着的 可是没动静 平时这个时候啊 老刘家就会把门早早的就关上了 上楼看电视去了 看困了 也就睡了 这张大爷呢 就连喊了几声 老刘 老刘 院子门还没关呢啊 老刘 在家吗 喊了好几声 屋子里边呢 也没人回应他 这张大爷呀 就有点担心了 赶紧找来老刘在村子里边的一个亲戚 姓张 就让这小张呢 拨老刘的电话 这时候啊 就听见老刘家楼上有这手机铃声 这就证明老刘的手机没关机 可是也没人接呀 更蹊跷的一点是什么呢 小张连着拨打 这老刘一直不接 打到第三回的时候 竟然关机了 难道是老刘在楼上不愿意接电话 那不应该啊 也没那么晚呢 应该没睡觉呢呀 是老刘自己关的机 还是别人帮他关的呢 这事儿啊 变得越来越诡异 现在张大爷跟小张俩人也都有点胆小了 也不敢贸然闯进去 万一真有坏人在里边呢 赶紧的吧 就联系老刘的儿子 老刘的儿子呢 在北京打工呢 远在千里之外呀 这老刘已经76了 前些年呢 老伴就去世了 子女呢 常年在外打工 就老刘一个人在家里边 因为担心老刘平时没人照顾 所以啊 老刘的子女呢 就拜托过村里的亲朋好友 希望大伙啊 平时能多关照关照老刘 为此还在村里摆过酒席 请大伙吃饭呢 这天一直到了晚上九点多 这老刘呢 始终也没阴心 老刘的儿子急得也不行了 这时候啊 张大爷跟小张俩人就决定 到老刘家的二楼 看看老刘到底在没在家呀 俩人呢 上去开门 那卧室的门啊 开不开 窗户呢 也打不开 就又给老刘的儿子打电话 他儿子就说 院子里边啊 有个窗户是活动的 后边呢 有个梯子 可以爬这个梯子上去 那个活动的窗户 就在院子的后院 当时天已经黑透了呀 张大爷岁数也不小了 自己爬梯子那也不敢 张大爷呢 就在下边扶着梯子 小张呢 就一步一步的朝二楼爬了上去 不过爬上去啊 从这窗户外边根本看不清屋里的情况 他呢 就尝试着推了推窗户 窗户啊 只能拉开 四十来公分左右的这么一个空隙 说宽不宽 说窄不窄 要让我反正是进不去 但小张呢 身材没这么胖 勉强侧着身啊 就挤进去了 在窗户边上往这里边看 还是一片漆黑 小张随身带着手电筒呢 把这手电筒啊 就打开了 这一照可就发现啊 在中门跟前正好有一大滩血 这一下小张可吓住了 不敢进去了呀 拿手电筒罩着 就能看见老刘 正躺在床边的地上呢 身上啊 全都用单子给蒙上了 小张这一看出了事了 屋里也没其他人 赶紧跟张大爷一说 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 张大爷 小张 包括找来的其他村民 终于把老刘家二楼的那防盗门呢 就给他打开了 村民们呢 就想着赶紧进屋看看 老刘还有没有救啊 老刘的儿子 现在也知道情况了 但是 心里边啊 还是有一丝幻想吧 就想着是不是老刘晚上在家看电视 摔着了 还是碰着了呀 他们呢 也没把事情往坏的地方想 进去之后 这老刘早就没气了 这时候乡亲们又想 是不是不小心触电给垫死了呀 但如果是被垫死的 地上怎么会这么多血呢 大伙 你一言我一语 都觉得这事啊 没这么简单 赶紧吧 报警吧 9月20号 凌晨一点左右 浪中市公安局的刑侦技术人员 就赶到了现场 这现场啊 是漆黑一片 民警就发现 防盗门外边在高处啊 有垫闸 那垫闸不知道让谁给拉上了 就是给关了 民警呢 进屋来 开始初步勘察 这老刘啊 倒在了二楼两个房间的过道上 不过他绝不是 大伙猜想的触电身亡 老刘的头用一个白色的床单包裹着 而且在二楼房间的地面上啊 也发现有挪动的痕迹 二楼地面上呢 有着大量的血迹 在民警到达现场之前 曾经有多名村民进入过现场 到处都是指纹 到处都是邪印 现场照明条件很差 电力呢 又一度中断了 警方决定啊 咱们还是把案发现场 第一时间保护起来 等到第二天天亮之后 再进行仔细的现场勘察 9月20号 天刚蒙蒙亮 办案人员着急忙慌的 就进入到了刘家 展开细致的现场勘察 不大一会儿 技术人员就在老刘唐岛的地方 发现了这么一处奇怪的血迹 是一个圆形的拖动的痕迹 那么这样的血迹意味着什么呢 法医对死者受伤的部位 也做出了一些推测 记真人员对案发时的一些情形 也做出了一些推测 老刘很可能啊 是在嫌疑人的控制之下 被迫的趴在地面上 在拖拽搏斗的过程之中 形成了这样的圆形拖痕 就是他挣扎着想跑也好 还是争执也好 反正也跑不出去 这么着就原地转了一圈 死者头部呢 还有几处顿器击打形成的伤痕 看这伤口 这应该是老刘死亡的致命伤 除此之外 老刘的颈部就脖子上 也有反复掐压的痕迹 这说明什么呀 拿这钝器打他脑袋的时候 就是想弄死他 后来活活的掐他 也是想弄死他 就怕他死不透 这是要置老刘于死地 老刘家呢 两层楼 二楼的房间呢 是三个区域 老刘晚上啊 通常会在离这楼道门 最远的卧室看电视 但是却死在了 离二楼门口 最近的卧室和客厅之间 屋子里面的门窗 没有被撬的痕迹 整个现场也不凌乱 这就说明受害人 是在毫无防备的前提之下啊 让这嫌疑人进了屋的 这嫌疑人呢 是和平进屋的 嫌疑人在作案之后 把床单盖在了老刘的身上 同时拉下了二楼防盗门外边 高处的那电查 这时候办案人员就在分析 看这个现场 应该是熟人作案 那凶手既然是老刘的熟人 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这明显是有着什么深仇大恨 杀害老刘的动机 到底是什么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一看这现场 再看老刘尸体的情况 这摆明了 凶手啊 就是想置他于死地 综合起来来分析 又应该是熟人作案 又是熟人 又是想弄死他 这无疑是有着什么深仇大恨 那么到底什么人 跟老刘有着这么大的仇 这么大的怨 那作案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老刘二楼的房间呢 陈设特别简单 里面一个卧室啊 是有家具的 家具是比较齐备的 床啊 衣柜啊 桌子啊 都有 别的两个房间呢 非常的简单 那么 这个设备齐备的卧室 应该就是老刘经常活动的区域 桌子上 有接收有线电视信号的那鸡鼎盒 但是旁边啊 是空着的 他家桌子上有那么一块位置 显得特别干净 再仔细这么一看 有鸡鼎盒 但是没电视啊 电视机不翼而飞了 有村民呢 比较熟悉老刘家的情况 就说老刘家呀 那台电视是 夜经电视 过年的时候 是老刘的儿子 给这老刘制备的 这个线索 又让这办案人员 有了新的猜测 那么会不会 是有人进到现场 把电视偷走了 就是为了偷电视 但是被发现了 进而对老刘 实行了灭口 咱们再来说 老刘家所在的位置啊 就从外部环境来说 老刘家的位置呢 是比较特殊的 从乡村公路到老刘家呀 还有一段土路呢 下完雨之后 这是泥泞不堪 这路要多难走 有多难走 那么谁会专门找到老刘家里边 偷电视呢 如果真的是想偷个电视 那你在镇上啊 或者公路沿线的那些小商店呢 至少也是位置比较好的 比较方便的这些住户家里吧 为什么单单的选择老刘家呢 再一个说了 电视你放到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 那是值钱物件 现在你说偷个电视 东西又大 他也不好搬 你说出去能卖多少钱吗 他也卖不了几个钱 还不如随手偷个手机之类的呢 在警方看来啊 这案发现场 一方面呈现出来 报复杀人的特点 熟人作案的特点 另一方面呢 又具备所谓的 入室盗窃屠材害命的特点 经过反复推敲 专案组还是倾向于第一种推测 很可能就是报复杀人 为什么搬走电视 这是给警方制造一个假象 警方试图围绕老刘的社会关系 展开摸派调查 可是出乎意料的一点是什么呀 这村民呢 一提到老刘的关系人 每个人呢 都有点吞吞吐吐的 一看就像是有事 但好像又不方便说 到底这村民们 内心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经过深入调查 跟大家动之一情 小之一礼 终于得到答案了 原来这老刘啊 还有一个情妇呢 在城里边 老刘每过十天半个月的 就进一次城 去找这个情妇 难道是因为情感纠葛 老刘死于情人之手吗 但是啊 通过对所谓的这个情妇 进行深入调查 警方就怀疑 村民口中的这个情妇 这个女人 很可能并不存在 很可能啊 是老刘自己杜撰出来的 老刘呢 在村民里边啊 也不受欢迎 说实话 口碑并不好 在民警看来 虽然村民们 七嘴八舌 说什么的都有啊 就老刘这儿不讨喜 那儿不招人待见 但都是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 这些家常里短的小矛盾 就能成为杀人的动机吗 说这老刘啊 有时候啊 去偷同村人家的菜呀 水果啊什么的 还有一些呢 小偷小摸的行为 但就喂了点菜 喂两个水果 就弄死他 应该也不至于 再加上老刘啊 邻里关系呢 都比较紧张 所以老刘家 很少有人来串门 过了年之后 儿女们呢 也都出去打工 也不在家了 到底是谁去他家里了呢 经过调查发现在 事发前半个多月 跟老刘有过接触的 只有一个施工队 这个施工队 在老刘家的老房子里边 租住了一个月的时间 那会不会 是施工队的工人 跟这老刘 发生了什么冲突呢 2014年5月份到8月份 这个施工队啊 在村子附近的修水渠 说其中啊 有一个工人 叫咩娃 20岁 年轻人 经常去老刘家 所以 跟老刘 接触最多 为什么大伙 跟这个工人 叫咩娃呢 咩就是那羊叫的时候 咩咩 那个咩 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人呢 个子小 年龄小 这咩娃 跟老刘 俩人年龄 差了五十多岁了 那么这俩人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这老刘呢 时不时的呀 就会请咩娃过去 聊聊天 要不就找咩娃帮忙忙 咩娃毕竟是个年轻人呢 手也挺灵巧 比如说什么影碟机坏了呀 电视机不会调了呀 就都让咩娃帮帮忙 在村民眼里呀 这咩娃跟老刘 相处的还是挺融洽的 一直一个人生活的老刘 也终于算是有了一个忘年交了吧 可是好景不长 老刘跟咩娃突然在某一天 就有了激烈的争执 周围的邻居回忆起这件事来就说 说这老刘啊 也跟我们提过一嘴 说这咩娃偷了他的钱了 但是咩娃呢 不承认 老刘就到工地上 找了包工头姓王 就想请这王老板呢 帮着把这钱要回来 出了这事 这就意味着 俩人彻底撕破脸了 工友之中啊 也都传开了 这咩娃偷钱的事 说当时这个咩娃呢 对这事感到很气愤 一再否认说我没偷他钱 当时咩娃甚至还说过气话 说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要弄死他 那么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 咩娃真的是去报复老刘 从而杀了他呢 对于咩娃是不是偷了钱 这村民们也都有自己的看法 咩娃所在的施工队啊 在八月份的时候 就离开了村子了 到了浪中市伊龙县的 一处工地上施工去了 专案组得知这消息之后 赶到了伊龙 之前跟咩娃同事的老板 吹事员工友也都跟警方 说了相关的情况 大家的说法很一致 说咩娃不可能偷钱 更不可能杀人 王老板说了 咩娃这孩子呀 虽然家庭条件不好 但是在工地上技术过硬 能吃苦 尤其喜欢钻研机械设备 是个值得培养的年轻人 他呀不可能干这事 咩娃呢 在工地上 平时是开车 拉碎石 这属于技术活啊 他一天就出两次车 一个月就五六千的收入啊 他犯得着去偷老刘那点钱吗 尽管说啊 王老板也好 其他工友们也好 对这咩娃 评价还挺高 但是该查还得查呀 通过进一步调查 可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这咩娃啊 曾经因为盗窃夜经电视机受到过 刑事处分 各位别忘了 老刘家里边可就丢了一台夜经电视机 咩娃又盗窃前科 并且他的这前科 和老刘家里边丢的那电视机是相符合的 再加上咩娃和老刘有矛盾 有接触 他能和平进入现场 那么 现在种种线索综合起来 咩娃 作案嫌疑是比较大的 那么 这咩娃 是不是杀害老刘的真凶呢 上期节目 咱们说到了 这警方呢 就找到了这咩娃 那个施工队的老板 王老板 也找到了这些工友 了解相关的情况 综合现在所有的线索来看啊 这咩娃 作案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大的 随后民警啊 问咩娃的去向 王老板就说 这不最近该干农活了吗 到农忙时候了 所以呢 我们也放了农架 他18号上午就走了 说是回绵阳三台县老家了 但是 民警通过三台当地警方的配合调查 并没有找到咩娃 咩娃 失踪了 他没有回家 咱们再说回老刘 老刘被人发现死亡 是9月19号晚上 警方认为啊 必须得推断出来 精确的案发时间 才能够确定 咩娃是不是有作案时间 通过实践 法医认为老刘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在被发现之前的十多个小时 但是这个结论对于警方来说 还是不够精确 民警呢 又对到过案发现场的所有老百姓啊 以及周边这段路的村民们挨家挨户的进行走访 看是不是有人发现 看是不是有人发现 就有人说呀 19号凌晨一点多 一户村民家里边的狗啊 向着出村的方向叫起来没完了 这个线索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对于警方来说 太重要了 说那天晚上狗叫了十多分钟 比平时叫的凶的多 这个村民呢 姓李 这老李啊 本来跟媳妇已经睡下了 听见狗叫的不太对劲 就打着手电出来看 当时无气麻黑的 小路又是泥泞不堪 夫妻俩呢 没看见有路过的车辆 也没看见有经过的路人 民警就判断 狗叫的时间 很可能是嫌疑人离开村子的时间 在结合法医 对老刘死亡时间的推断 专案组认为 案发时间应该是 9月18号晚上8点 到19号凌晨1点之间 而媳妇是18号上午离开工地回家的 那么案发时间 正好就在他离开工地的几个小时之后 按照常理 媳妇应该是9月18号上午离开工地 乘坐长途客车 返回老家 他的路线不可能经过浪中式 金亚镇 但是 民警在调阅监控录像的时候 9月18号下午1点15分 有一个监控探头拍下了一个皮肤有黑有黑的小伙子 这小伙子呢 进了一家超市 看起来像是饿坏了 买了点吃的 还没走出来呢 就吃上了 后来在店里啊 逗留了八九分钟 又向隔壁的一家移动营业厅走去 据这移动营业厅的营业员回忆 说这个小伙子从下午一点多一直待到晚上七点多 各位您想啊 谁没事去个移动营业厅待好几个小时啊 那么他是为了消磨时光还是另有图谋呢 警方通过分析监控画面最终确定 这个小伙子就是灭娃 灭娃在不应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 在不应该出现的时间段出现了 那么他就更有嫌疑了 很快警方掌握了灭娃案发之后的全部行动轨迹 19号早上6点56分 灭娃乘坐早上第一班离开金亚镇的班车 前往浪中 8点56分又乘坐大巴 从浪中抵达了浪中市南部县车站 8点57分拿了一个大的蛇皮口袋下车 9点04分 灭娃在南部县购买了回老家的车票 这个编织袋明显能看出来 里面是装着东西的 至此专案组认定 灭娃就是本案重点嫌疑人 而他手里那个加大的蛇皮袋子里装的 很可能就是老刘家的那台电视机 2014年9月21号上午 浪中警方找到了灭娃在三台县的家 隔着窗户看进去 就发现屋子里有一台夜景电视 而这台电视和老刘丢失的那台电视 非常的像 之前让这三台警方配合调查的时候 灭娃呢还没到家 这回浪中警方过来之后 这灭娃啊还真在家里呢 立刻对灭娃实时抓捕 面对警方询问 灭娃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我愿意偿命 原来啊 2014年7月份的一天傍晚 老刘呢给灭娃打邀请电话 在此之前 俩人就经常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老刘突然翻脸 就说自己偷了他的钱了 灭娃一开始呢 也没太往心里去 令灭娃没想到的是 老刘把这事还告到了老板那 在老板还有工友的劝说之下 老刘啊 倒也没接着跟灭娃要钱 可是 当灭娃以为事情平息的时候 听工友说 老刘又丢了一千多 还丢了银行卡户口本这些东西 还是怀疑自己偷的 灭娃心里就不太舒服了 这一次呢 距离工程队离开金亚镇 还半个多月 王老板呢 决定摆桌酒席 邀请老刘和灭娃到场 大伙把这事情彻底说清楚了 但是 在这酒席上 灭娃从老刘嘴里听到的可不是原谅 而是两次偷钱偷物的数额 还有经过 老刘当着灭娃 工友 老板的面 就在那说着灭娃的罪证 虽然工友站在灭娃这边劝老刘 但是 灭娃内心呢 还是感觉无比的羞愧和愤怒 就想着 我得收拾一顿 老刘他凭什么冤枉我呀 但当着工友和老板的面 也不好发作 灭娃的性格呢 比较内向 有什么事啊 也不跟人说 也不跟人吵 就在心里边窝着 不久之后 工程队要离开村子了 要到一龙工地 灭娃呢 和老刘之间的这过节呀 在灭娃这心里也过不去了 直到老板给工人放农架 灭娃想借机会去收拾老刘 9月18号下午 灭娃在金亚镇 逗留了五六个小时之后 从金亚赶到老刘家里边 当时窗子外边大雨呼呼啦啦 老刘呢 就在卧室里边看电视 而在二楼阳台上 灭娃就躲在黑暗的角落里 等着报复 灭娃本来想从背后 偷袭一下老刘就跑 但老刘啊 认出灭娃了 在那大声的反抗 更刺激了灭娃 灭娃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我弄死他吧 杀害了老刘之后啊 这灭娃呢 还偷走了老刘的电视机 这案子算是真相大白了 但是破案之后 大家心里也都感叹呢 没法理解灭娃 为什么会选择这么极端的报复手段 后来经过调查 这灭娃呢 就生长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 从小啊 跟很多小伙伴啊 跟很多朋友啊 同学啊 是有着贫富差距的 所以他对别人的眼光 特别的敏感 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而灭娃的母亲也说 灭娃不仅是性格敏感 而且对别人的欺负行为 更是绝不容忍的 灭娃之前 因为盗窃 受到过刑罚 这段经历也成为了 他心里头不能触碰的禁区了 无论他是不是偷过老刘这笔钱 当老刘当众指责他偷钱的那一刻 他就彻底失去了理智 那么说到最后 还是那个问题 灭娃有没有偷钱呢 灭娃不承认 警方呢 也没有获得足够的证据 来证实或者是证委 那么综合整个案件情况来看 您认为啊 这灭娃到底有没有偷老刘的钱呢 也可以在音频下面留言 咱们大家啊 一起来交流一下啊 行了 这个案子就说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